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令人震惊 更令人感到揪心 可怕的是 这样的惨案却接连不断的出现 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 发生过这样多的残杀幼儿园儿童和小学生的案件 最新的一起发生在十多天前的广西北流 一个凶犯闯入幼儿园吃刀伤人 造成两人死亡 十六人受伤 这还是官方的说法 坊间的传言 情况更为严重 更早些时候 2019年的湖北安施 一个农村小学遭到了袭击 八名孩童死亡 还有两人受伤 2018年的四月 一个凶犯在陕西省弥址县的一个中学的校门口 持刀杀害学生 导致19名学生受伤 其中9人死亡 2018年的6月 上海市世界外国小学的门外 一个凶手趁学生下学之机 持刀刺杀了4名小学生 其中两人死亡 两人受伤 这个凶手曾经在多个城市的小学 幼儿园进行过观察 选择作案地点 他最终选择了上海这所著名的小学 关于这些凶犯的作案的动机和原因 当局很少向外界披露 这个在上海 上海小学生的凶犯自称 曾遭受到他人的欺辱和伤害 随意决定作案 显然 他是想知道一个轰动性的效果 凶犯才选择了上海这所 知名度极高的小学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凶犯大多都使用彩刀 作为凶器杀人 假如这些人有枪的话 那后果真是难以设想 在当今中国 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 甚至被害儿童的父母 都是独生子女 在这种情况下 儿童被伤害 会给家庭和社会 造成特别严重的伤害和冲击 乃至会引起巨大的震动 凶犯在牺牲儿童和学生的生命 以及凶犯他自己的生命 来制作轰动性的效果 以引起社会的关注 可以推断 凶犯作案 杀害儿童和学生 一方面是在发泄私分 另一方面 也是想让社会上 注意到他遭受的不平的事情 这和中国整体上的正义和公正的缺失 有极大的关系 凶犯这样做 毫无疑问 非常的邪恶 但是 邪恶的并不仅仅是这个凶犯个人 不难想象 这类无差别杀人案件 背后一定有特殊的原因 极大的可能是 凶犯受到过他人的侮辱和伤害 而且遭受了当局的漠视 凶犯实际上是在用最极端的方式 最残暴的方式来挑战当局的残暴和冷漠 这一点恐怕正是当局 想极力阻止外界深入了解案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 中国底层的百姓 一直都处在被压迫 被压抑的状态 他们的尊严随时随处都可能受到践踏 在一个缺乏正义的国度 当底层的百姓受到侮辱的时候 所出现的恶果 有可能是伤害无辜 报复社会 也有可能是自杀抗议 也在今年的四月份 河北仓州的一位卡车司机金师傅 因为被违规罚款两千元 愤而服毒自杀 在临死前 他告诉他的卡车司机朋友们 我不是不值两千元 我是为了广大卡车司机说一句话 对于这个卡车司机来说 被恶意罚款两千元 这完全是对他公开的欺压和侮辱 不仅是一个经济上的损失 更是人格和尊严的被践踏 每天 不知道多少的底层百姓自杀身亡 但是金师傅的自杀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这位卡车司机 想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唤起社会的关注 想用自己的死来引起当局 对所有卡车司机处境的关注 这位卡车司机知道 对于他这样的底层百姓来说 根本就找不到公正和公义 他维护尊严 唯一的办法 就是自杀抗议 对于当地的执法人员来说 寻衅罚款两千元 当然包含着 他们对卡车司机的轻蔑 但是 他们可能 只是基于 他们手中的一点的权力的傲慢 只是基于 他们自身地位的优越感 表现出了 他们对卡车司机的轻蔑 他们并没有 想置人于死地的意思 可是 这位卡车司机 却已经感受到了 难以承受的侮辱和气压 因为 今年累月的欺凌 已经到了他忍耐的极限 说到这里 我想起一位学者说过的话 强势群体 自身表现出的优越感 对那些弱势群体 可能产生了侮辱性的效果 他们无视 给平民百姓造成的 受辱感 甚至当平民百姓的 受辱感 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时 也视而不见 他认为 侮辱是对人或者群体 强行实施的贬低行为 侮辱是一个征服的过程 他损害或者剥夺了人的自尊心 名誉或尊严 侮辱 主要是在违背人的意愿的情况下 以 强害人的方式 把人置于 一种比他所期待的 要卑微很多的地位 侮辱 明确违背人的期望 降低人的待遇 迫使受害人 出于一种被动的境遇 遭受欺凌 被置于 无助的困境 他特别指出 侮辱是一种行为 一种情感状态 也是一种社会机制 这段话 是一位德国的心理学家 在他的著作 《树敌》一书中写下的 他的名字叫林爱林 在《树敌》这本书中 林爱林从侮辱 在人心中的作用 在世界上的作用 以及既是良好的初衷 也可能引发屈辱感 这个事实 从这三个方面 分析了侮辱的效果和影响 并从人的本性 社会等级 历史演变 文化差异等视角 系统的探讨了尊严 荣誉 侮辱 羞愧等问题 通过了大量 触目惊心的相关实力 对侮辱给人际关系 阶层关系 和国际关系的破坏和毁灭 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解释 并将之系统化 理论化 林爱林首创了一个概念 也就是尊严平等化 林爱林认为 人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平等 但是在尊严这个领域 必须人人平等 从本书上讲 每一个人 无论其地位高下 财富多寡 都渴望获得他人的尊重 因而 在世界上的各类冲突当中 无论其表现的形式如何 归根结底 最严重的问题 莫过于 使人的尊严受到冒犯 正因为 维护尊严 乃是出自人的本性 所以 尊严平等化这个工具 人人都可以使用 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以保护所有人的利益 从树迪这本书 以及林爱林的网站 我们可以知道 林爱林的少年和青年时代 充满了坎坷 而且 这样的命运 几乎是在他出生之前 就已经注定了 林爱林 1954年 出生在当时的西德 他的父母 是原本生活在西里西亚地区的德国后裔 按照原来的生活轨迹 林爱林的父亲会子成父业 成为一个农场主 可是 二战 毁掉了他的生活 二战结束之后 西里西亚 被化为波兰 在这边土地上 已经定居数百年的德国后裔 被波兰 驱赶回到了德国 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们 不仅经济上遭到了剥夺 两手空空 而且 被迫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德国 他们早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社会关系 完全是举目无亲 希特勒把德国推向法西斯 最终导致所有的德国人蒙羞 而被驱赶的西里西亚人 遭受的则是双重的伤害 双重的羞辱 时代的宏观背景 和独特的个人经历 使得林爱林 对侮辱和尊严 有着非同寻常的深刻体会和反思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林爱林先后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国家 对社会和人性 都有深入和细致的观察 并对侮辱给不同的个人 群体和民族所带来的伤害 有着切身的体会 当然 他也来到过中国 林爱林 把自己比作云游四方的托波僧 他始终都在思索着 求索着 从一个失去家园的孤独者 学练成为一个苦行僧事的探索者 怀着满腹才华 坚持过着清贫的生活 他对尊严和侮辱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称赞 并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 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尊严和屈辱 可以看作是一顿相互排斥的矛盾 存在于各个层面 微观上 它涉及到了个人和家庭 宏观上 涉及到了阶层 民族和国家 林亚林在他的书中 对各个层面的尊严和屈辱问题 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并列举了不少的例子 小到家中的女儿感到屈辱 大到种族仇杀 以及希特勒 是如何利用德国人的屈辱感 发动法西斯战争的 有些例子非常令人震惊 有些例子不仅令人浩然常叹 在中国 尊严和屈辱问题 也在个人和家庭 阶层民族各个层面 普遍存在 不仅底层的百姓 活得没有尊严 经常遭到羞辱 如果成为了政权的敌人 更是会遭到公开的羞辱 类似于电视认罪等等等等 让你毫无尊严 就是统治阶层 乃至中共的权贵 也活得毫无尊严 特别是党内斗争的失败者 失利者 除了遭到各种羞辱 他们自己也只能在权势面前 卑躬屈膝 唾面自干 然而 令人难过的是 今天的中国 却依旧有相当多的底层百姓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 屈辱的处境 终日为了生存而忙碌而挣扎 似乎 尊严 是一种奢望 林安林引用 莫顿多一齐的话 来解释这一现象 出于从属地位的群体当中 不满情绪和不公正意识 出于蛰伏状态 还没有公开化 他们既没有从心理上 意识到自己是受害人 也没有意识到 自己处于不利的境地 甚至都没有从心理上 意识到自己 是社会底层中的一员 林安林也提到 贫穷或虐待 并不一定引发暴力行为 反之 生活在艰苦的环境里 倒可能导致冷漠 抑郁 和完全彻底的屈服 林安林描述的这个现象 正是在中国社会 几十年来 一直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 很多人对此极为的感慨 所谓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其实 这正是人们的尊严 遭受绝对剥夺 才导致的结果 让人们遭受了屈辱 却连屈辱的感觉 都产生不了了 但是 正像林安林所观察到的 随着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日益频繁 数字化交流 日趋增多 人们对尊严平等 机会平等的期望值在提高 人们的尊严意识 正在普遍的觉醒 也就是说 信息 唤醒了人们的尊严意识 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但是 同时也带来了危机 因为 随着尊严意识而来的 是对屈辱的意识 而屈辱感 是一个很危险的 充满着矛盾的心理现象 是很多悲剧的原因 卡车斯基金师傅 以自己的死 来抗议 广大卡车斯基所遭受的 不公平的待遇 令人惋惜 其人品 令人钦佩 与之形成对比的 是那些残杀儿童学生的凶犯 他们残害无辜的生命 令人不耻 其残暴冷血 应该受到谴责 从个人道德的角度来看 这两个例子 位于两个极端之上 然而 就是这样 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例子 他们的根源 却是完全相同的 那就是巨大的屈辱感 他们都认为 他们自己受到了侮辱和伤害 而且无法得到公正的对待 只有通过制造轰动性的案件 才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 找回他们的尊严 林爱林说 侮辱似乎是催化剂 它能让不满情绪 转化成情感核炸弹 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 这绝对不是威严耸定 而是非常现实的危险 这个情感核炸弹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林爱林在她的书中多次提到 统治者经常对自己酿成的屈辱感 视而不见 这致使问题进一步的恶化 大权在握的人 和强势群体成员 经常低估 无权无视的人和弱势群体成员的力量 虚弱引发的愤怒 可能会在那些弱势群体当中 积聚 尤其是当他们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时候 当失去生命 甚至连失去自己的生命 都无所谓的时候 侮辱引发的愤怒情绪 很有可能一触即发 林爱林所说的情况 其实正是今天中国的现实 今天的中国 根本就不成其为国家 统治集团 根本就不是这个国家的管理者 而是一群暴徒 有权有势的人 肆意的欺压百姓 类似 暴力强拆 这样只有土匪 才能干出来的事情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绝对罕见的事情 却在中国随处可见 中国确实酝酿着 严重的社会危机 百姓的愤怒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作为中国的统治者 他们并非不知道 中国百姓愤怒的程度 他们随时都准备着 动用一切力量 来镇压百姓的反抗 实际上 这个政权从一开始 就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的 随时准备着 镇压反抗者 早已成为他们的本能 在中国遭遇的 无数的灾难当中 最大的灾难就是 统治集团公然地践踏 亿万百姓的尊严 却从来 无是由此带来的 巨大的屈辱感 而当今中国面临的 最大的危险 就是这巨大的屈辱感 很有可能被引入歧途 进而引发非理性反抗 若是心底遭受剥夺 形式有各种各样 林爱玲认为 屈辱感可能比其他形式的 被剥夺 更容易产生暴力复仇的冲动 应该说 在中国各地不断发生的 伤害儿童学生的案件 以及底层百姓 用生命维护尊严的自杀行为 已经证实了 林爱玲的警告 绝非危言耸听 在中共的统治下 这个社会已经处于严重的扭曲状态 已经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 无论如何 统治集团的力量 总有消耗殆尽的那一天 一旦他们的统治出现了力不能及的时候 那些长期承受屈辱感的群体和个人 可能会爆发 整个社会将会陷入剧烈的动荡 此时 如果人们的屈辱感被引入歧途 最终可能会导致玉石聚焚 林爱玲总结了 遭受了过分侮辱的受害人的四种选择 一 他可能把愤怒转化为内在的东西 变得郁郁寡欢 冷若冰霜 甚至开始滥用毒品 如果此人决定 把愤怒转化为外在的东西 会产生以下几种结果 二 他可能会铤而走险 以一种自我毁灭 或者毁灭他人的方式 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激情杀人 或者自杀 都是可能会产生的结果 三 他可能会走上希特勒式的道路 把侮辱的鼓动者组织起来 四 像曼德拉那样 把暴怒产生的能量 建设性的 用在了社会改革上 促成了 以尊重个人尊严为本的 新的社会秩序的诞生 希特勒和曼德拉这两个 截然相反的例子说明 屈辱感 有可能被引入歧途 转化成为破坏性的力量 引发新一轮的 侮辱循环的直线飙升 但是 也有可能被引入正途 转化成为建设性的力量 推动人权和民主运动 林爱林提到的 屈辱感带来的四种可能性 涉及到了不同的层次 在中国都有发生的可能 或者已经发生了 我们期待 中国未来能够有一个和平的转型 能有许许多多的曼德拉式的人物 把屈辱感引向人类尊严之路 让愤怒的力量形成 推翻中共暴政的洪流 成为促进中国改革的动力 树迪这本书是林爱林的成名之作 一出版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2007年被著名的 Choice杂志选为杰出的学术著作 树迪虽然是一部十分严肃的学术著作 主要的却是为学术圈以外的读者而写的 这本书尽管探讨的是沉重的话题和深刻的哲理 却并没有防外作者使用非常通俗的语言 并借用世界各地引人入胜的奇异风俗 详细地加以解释和阐述 在这本书中 关于侮辱和尊严的精彩论述比比结实 和我们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密切相关 纵观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 强势群体自身表现出的优越感 对那些弱势群体可能产生了侮辱性的效果 忽略这一情况可能是危险的 他们无视被平民百姓造成的受辱感 甚至当平民百姓的受辱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时 也视而不见 昔日则为正常的情况被接受的现实 今天则为视为受辱而应该受到排斥 人们对尊严平等 机会平等的期望值在提高 将离任何一个群体期望值的企图 都是对其他群体的冒犯 是对崭新的更美好的社会秩序 这一愿望的威胁 这些发人深情的警示 读起来 扣人心弦 毫无疑问 在中国未来的转型过程中 林爱琳的很多的观点和见解 对于化解矛盾和冲突 可能会起到独特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